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可爱漂亮的小姑娘叫童童 外表看起来与童龄的孩子并无差别 但她患有一种严重的神经纪念 在三博脑和医药神经外科的关羽光主人看来 童童的病情有些棘手 如果想确认童童的大脑出现了哪些病变 就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检查 然而有多动症状的童童并不懂得配合 在童童中医院救世的游乐场 无奈之下 林彦是同任童童通过睡觉的方式来保持安静 进行检查 经过七个小时的照顾 晚上十一点 童童终于睡着了 影像科医生马上开始做核磁检查 然而 这仅仅是个开始 后面的每项检查 她对于童童来说 都充满了挑战 没事吧 你怎么不动啊 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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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入院的第十天 所有检查做完 结果却是关主任 似乎愿意看到的情况 其实我们这个孩子 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 缺氧损伤以后的 脑功能有一个伤害 我们给他做了心理测试 这个孩子 只有四五十分 四五十分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他所有的问答 只能得最低 才是最低 而更让关主任感到意外的是 对于这样的情况 家人竟刚刚开始致认 以至于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 其实这个孩子 如果我们在早期 比如在一岁两岁的时候 我们通过很好的一个治疗 更好的运动和语言的训练 他们现在要好 那好啊 好不好 好啊 好啊 2019年6月 这一岁两岁两岁是两岁的 生过半个小时的窒息 导致大脑神经细胞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 以至于现在 彤彤出现了语言障碍 行为障碍和社交障碍 最后针对彤彤的病情 三博脑科医院进行了全院会诊 他还有希望康复 重返校园吗 边间放电子是有 导致的一个异传 对于林彦也说 此次能够来到北京看病 是之前想都不敢死 彤彤来自广西省龙州县安镇村 他位于中越边境 是国家的重点扶贫县 如果不是扶贫干部的帮助 他们可能还不会发现 彤彤的异常 边境补贴马上是六零一二元 第二就是那个政府段小羊 第三是十数补贴 那你就在这里牵着的 在这里牵着的 对 好 你去上学啊 去不去 去我就带你去啊 去不去 去啊 他很很喜欢上学 就说他今天下雨就不去啊 然后他就哭了 拿着一个厨包就往外面跑 哭了一个倒上 七七七八 atan 他说这个女儿他也不放弃 他很乖 这个女儿啊 她说想尽其他办法 帮她吧 她另外还有个小孩 爷爷的看孙子 奶奶就照顾这个女儿 她就在水口 老妈就在深圳 地家分四个地方 像我们各地家庭康复最快 我们是直接列出来 家长看自己回去练这样子的 那怎么回家你就做这一块 像她这样子 我们周末是不做康复训练的 然后很多父母亲 他就是把小孩丢在这里 不接回家 这个爸爸呢 周末很累了 他经常亲自来到这里 去把奶奶跟他的女儿接回去 通通要跟爸爸一起坐车车回家 好不好 然后到星期一来 我们再过来 甚至是回去以后 他会买一些奖品 通通这个月表现不错 然后然后妈妈 跟爸爸的话会买一些礼物给你 看车车 童童看车车 要不童童到这边 拿把把子拿你这边 好不好 你换个手 换个手呢 童童家里有四口人 分别在四个不同的地方 这天是周五 林彦接上童童之后 就赶往哥哥就读的小学 童童治疗的医院 距离哥哥上学的龙州县城 大约有四十公里 坐大把车 单长将近一个小时 童童的哥哥 今年十二岁 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 去跟婆婆 童童想妈妈了是吗 她说要去跟婆婆 跟公公玩 就是每次过完一年的时候 我妈妈就得要去广东那里赚钱了 跟妈妈的话 应该只有十几二十天吧 妹妹也感冒了 头痛了 她说 感冒也很痛了 那我们要贴这个吗 要吃药吗 要打针吗 要打针这里吗 不打 要打针了 不打 妹妹太疼了 妹妹不情想说话的哦 她要也要去看一看 是得什么病 就是每次晚上都会来尿哦 你先去太阳 不先去 我会帮她穿裤子 每次晚上的时候 爸爸没有 要去打做工嘛 然后我每天晚上 就是帮妹妹洗洗澡 然后看一会电视 就直接让她睡了 她睡觉的时候 我也会一起说 所以假设啊 就是妹妹之后 不会好了 不会好了吧 我也会尽力地照顾她 嗯 由于彤彤家的特殊情况 作为扶贫干部的汤东宏 也能格外关注 想方设法地找到政策支持 缓解她的经济压力 哎 我谈得红啊 有个事我想咨询你一下哦 就是我 我那个帮夫人啊 林燕啊 她那个小孩 林燕童 现在还有一块的话呢 就是这个门诊的 一万多 一万多的话 以为她收入是比较低的 防瓶保险 防瓶保险 哎 报材料报到 是他们地上的材料 是吧 是通过他们往上递的 是什么意思 是吧 对对 他们往上递 哦哦哦 好嘞好嘞好嘞 喂林燕啊 哎 你说方便吧 喂 喂 你吃饭了吗 哎 我我没事 我刚刚回来 我有个事跟你说一下 就是有关那个门诊 那个门诊报销 那个事情 我说你这个事 不太正常了 凭空户怎么 怎么医疗费 花一万块钱 我觉得不是很正常 她说呢 你可以去社区内面 跟他们申请一下 因为她 根据你的收入和花的 费用不同 可能会有一定的比例的 你先去问一下先 如果不懂的话 你就打电话给我 我再问一下那个李经理 好啊 好嘞好嘞 谢谢 好 好 辛苦你了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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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能搞定 好啊 能搞得多少是多少嘛 好啊 谢谢谢谢 好嘞 除此以外 汤东宏还联系中国人寿 在解决全部费用的前提下 把他们接到了北京 进行治疗 哎呦 哎呦 我们的王老师来了 今天王老师来陪你坐 我是你的阳光使者 太棒了 我听说你喜欢穿红色的 你看 我也穿了个红色的 今天 看到没有 来 你 哎呀 哎呀不复杂 堅持住 火宝坚持住 坚持住 你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你就听我说的行吧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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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你喜欢这个小鸡 那个歌 我刚才听了 很好听 好 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听我说 好 好 由于药物和手术都无法明显改善癫痛的状态 观众人选择了一段金融瓷刺激的方式 对金融瓷刺激我们熟悵地对孩子用 而且今天就不做一个了 应该对他的大网络工业的讨厌有利 大概多少时间 那个四分钟 咱们这个金融瓷刺激就对这种改善功能 它相当有个无创的神经调控 坚持住 闭上眼睛 总共是六十 是吧 对 还有十九秒 十九秒 太快了 你太厉害了 妈 她叫我在眼前说脚 是吧 哎呀 真棒 哎呀 真棒 哎呀 你太厉害了 坚持住 哎呀 像这样的治疗统统已经经历了十天 对于谨慎的治疗手段能否帮助到彤彤 她的智力会有好转吗 我看到她在照片上那么大的一个微笑捧着书本 特别是那张侧面凝视着四十五度角往左前方看的时候 那哪像一个病人就像个小明星啊 但我不解的是 为什么彤彤的家人直到孩子六岁才开始就医 为什么会这么晚呢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咱们彤彤的爸爸 你好你好 彤彤 给我一个high five 哎 彤彤我问你个问题 你看 你这个是在干什么呀 你看 这个是在检查头吗 检查头你害怕吗 怕呀 这个是谁 你是怎么这回就到北京来了 是中国人寿邦夫人汤书记介绍过来这边 你好像节目主板他请来了 这样子啊 咱们有请一下汤书记 汤书记吧 你好 黄老师你好 你好 汤书记汤书记 我这次来的话给你带来一点我们这个龙洲的这个特产 龙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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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话呢我们中国人寿就是在跟这个龙洲我们相关来查 怎么把这个产品能够更加推到这个市场上面去 他这个茶是很香的 品尝一下 哎呀呀呀呀呀呀 这个真的是太感谢了 看到书记还认识吗 还记得我吗 哈喽 叫汤书记 怎么样 来北京怎么样 啊 好玩吗 啊 好玩了 其实牵挂彤彤的不仅仅是汤东宏 还有另外一位扶贫干部 他是最早发现彤彤异常的 并且帮助彤彤联席医院 在林彦和汤书记都不知情的情况下 我把他也请到了现场 今天也很有幸 把黄先生也请到现场 这样啊 对 哦 那好啊 想不想见一下呢 想啊想 黄先生你好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黄先生你好 哎呀再给你握手呢 最近怎么样啊 叫汤黄叔叔 想到在北京这位吗 没想到 没想到 我刚刚说你你好像还挺 挺兴奋的 什么感觉 已经是 黄林成是先于汤东宏 对口帮扶林彦家的中国人硕扶贫干部 就在帮助彤彤求医的过程中 黄林成也被检查出 患有严重的疾病 恶性肿瘤 肺部转移 腹主动脉淋巴结转移 我当时其实也没有发现自己身体有什么异样 就是也是生活活骨在村里面开展工作 嗯 真的没想到 这个挺无常的吧 真的 即使在住院期间 黄林成仍然记挂着彤彤 多次打电话询问他的恢复情况 所以刚才听到咱们这个汤书记说了 嗯 他接任了你的工作以后 你再三的嘱咐他 对 这个统统要继续的被关注和帮助下去 目前这个身体状况 你自己觉得是好一些了吗 嗯 恢复的很好 哦 太好了 准备过完年就回去上班了 哦 不会再马上下乡吗 这个看公司安排吧 我听到今天他说 得了这样的病 还要再回去 这是教育录 你过去听的作品里面有这样的人 好像跟我们很远 今天你听到这样的事 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那么平凡 说话 那个样子 就像你说他是个中学生 你说他是个大学生 我都相信的 但是 他能那么坚定的 已经完成了两次的扶皮 还扭头回去 优秀的 中国男人的形象 当时你第一次见到咱们童童 可能有点不正常 是什么时候 当时就是去到林彦家 我也跟他聊天 我聊起 这个林彦说 这个女儿 都六岁多了 说话还不太会说 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我当时就问了一下 我一个高中同学 我高中同学 他是学医的 他就建议说 尽快尽早 要看一下这个儿童康复科 当时就是 我也是催着他赶紧找医生看 所以刚才听到咱们这个汤书记说了 他接任了你的工作以后 你再三地嘱咐他 对 这个继续地给关注和帮助下去 我们是作为这个帮扶人 是吧 帮扶人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助童童 把这个病情的病治好来 你有几个帮扶 他是你一个帮扶 是 我有伺服 别当我这里来 你来接了 对 我来接了 所以有了你这样的一个 前面的界限 有了这么一个火炬手 把我们这个童童 现在带到了北京 对 不去盼着别的 他说哪怕就是叫他变成一个 能够独立生活 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的人 他也很开心 对 要不是中国人寿派去这两任的 这个扶贫干部 住村干部 对口帮扶干部的 这样的细心的这种上心 那他也不会走到今天 在我跟童童的相处中 能感受到他对于母亲的想念 对于母亲的渴望 我想送给他们一个惊喜 在没有通知他们的情况下 我委托刘静 把妈妈也接到了北京 你好 童童妈妈你好 我是刘静 你好你好 谢谢你啊 来来来 我们在这里 我看你穿挺暖和的 深圳特暖和吧 北京超级冷 对 当你知道童童其实有这方面的发育问题 可是因为富于经济的压力 你又得在深圳 为整全家打拼 你都苦啊 再苦也要人呢 为了小孩 想他们怎么发 打电话啊 聊聊视频啊 只能够这样 那你大概多久能跟妹妹视频见一面 我说甚至一个月也有 甚至一个多月都有 那很痛苦啊 你上一次见到童童啊爸爸还有风风 大概是多久之前 四月份了 那真的有半年多没见了 一年能见孩子一面吗 平时回去一趟 过年再回一趟 两次 一次能够在家里待多久 平时回去的话 待三四天就走了 过年要待得久一点 你上一次陪妹妹过这面的时候 我出去打工就没陪过她过啥 那哥哥也是一样吗 是的 哥哥会问你 什么时候我生日你要不要回来啊 说我很忙回不来 他就说那我知道了 你过年才回来 其实他也很生气 但他也没办法 是的 师叔 师叔啊 在这里啊 你会给他们准备生理物吗 有时候就会给他们买一副 拥挤回来 所以我们今天给哥哥和妹妹一起补过一个生命 让孩子们高兴高兴嘛 我觉得对小孩子来说过生日总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事情 我觉得妈妈是一个心中有猛虎但是细秀强威的人 就是跟她聊天可以看到她的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 然后甚至自己在默默地流眼泪 但是她的语调很平稳 她不会把生活说得那么难 马上就到了 紧张吗 你昨晚过来已经想了 你昨晚过来已经紧张一晚上了 这个笑容都已经挡不住了 这个笑容都已经挡不住了 我们先躲在这儿 我们先躲在这儿 来的好几天了 这段时间一直看电 挺辛苦的 我们今天呢 大家一起给孩子补过个生日 哦 好不好 好不好宝贝 好不好啊 有蛋糕吃哦 有蛋糕吃 来 咱们把帽子戴上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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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呢 各位把眼睛闭上 把眼睛闭上 爸爸呢 把那个眼睛闭上 让他们去个愿啊 好了 睁开眼睛吧 欢迎 来 哎呀 谁来了 是妈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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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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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没有想到哥哥 我想想男生应该很皮 他不是 他一下子就眼睛红了 很揪心的样子 然后在旁边摸得抽气 我真没想到 太长时间没见妈妈了 今天突然就在这里见到可飞的激动 当时我也流泪 我也没有想到他今天会过来 还不开心 我开心 我开心 有蛋糕树 小辣椒 小辣椒 总同七岁了 大概七年当中 就只有一次四个人在一起 其他年的都是两地分开的 我觉得他把他最天真的最直观的感受 用他的语言 仅有的语言能力和肢体能力 全部表达出来了 而且开始一刻不停地要亲妈妈 很激动 因为太多年了没有陪孩子过过生意 也没陪伴他们过过什么节 出去带空那么多年 没时间陪孩子 觉得太对不起他们了 没办法能够扯下孩子出去 外面更多一点钱 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想一想想一想 来演一个 哎呦好棒 谢谢太棒了 在随后的治疗中 彤彤要求妈妈一直陪在身边 由于我也经常在外面拍戏 跟孩子们一分开就会很长时间 我特别能体会那种依赖感 经过两个疗程的治疗 彤彤的病情变化的怎么样 有没有治愈的可能 后续的治疗方案又是什么样 我再次找到了关主人 像咱们彤彤这个情况 这个孩子以后治疗的预期接口 会怎么样 我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可能 就现在孩子只有七岁 现在我们的孩子智力是四十分 我希望他在三年以后 能达到七十到八十分 这比正常的孩子当然要低一些 但是比现在要好很多 就是不希望他能跟正常的孩子一样 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 以后 回复成什么样也不知道 我其实是心里很难受 我都不知道跟他说啥 我甚至觉得那 那一个段落我 我就好像就溜过去 快走快走快走 完了要跟他用玩的方式 要多跟他交流说话 从关主任而得知 童童的病情不是短时间可以康复的 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陪伴照顾 这对童童的父母来说 无疑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意志力 当然生活总是在付出之后 才会给你惊喜 谢谢王老师 请一明天下午到达 请一明天下午到达 啊哈喽哈喽哈喽 童童妈妈好童童好 哥哥好 我是今天的阳光使者王晨艺 然后我们专门准备了一份礼物给你们 我去看看你的礼物是什么 好玩吗 很好奇是吗 我来到达 我来到达 帖了 我来到达 看你 我来到达 我来到达 我去看你 我去看你 我要的时候轻轻抬着我肩膀 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 日子那么长 我在你身旁 见着你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 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 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 你在何方笑容在脸上 和你一样大声唱为自己鼓掌 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 一样的全力一副追逐我的梦想 哪怕会受伤 哪怕有风浪 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 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善良 一样被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 歌声是翅膀 唱出了希望 所有的付出只因爱的力量 和你一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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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觉得你感觉哭了 有什么话想就叫我说 爸爸妈妈 一年已经12岁了 已经长大了 妹妹因为有你们的爱 也有我也有我哥哥 不管妹妹为了你 现在会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一直让过来的 我哥哥在哭一哭的时候 哥哥是一直在哭的 我觉得他还是在把 其实把这首歌听了一首 感动这首 特别的意外 特别的惊喜 我哥哥把那个小朋友推出来的时候 我发现他一下子长大了好多 懂事了 也很坚强 他幻有和物理学家霍金类似的点 神经叫做 肩天性的脊髓性肌萎缩症 患有这个症状的孩子啊 他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会慢慢丧失一些身体的机能 从最开始的可能手脚不能动 到最后甚至不能说话 甚至不能呼吸 可是我们国一从来没有放弃过 没有放弃过对抗病魔 一直坚持 也是通过家里的细心照顾 通过自己的努力 现在可以自己从床 从床上坐起来 然后手脚也能小范围的移动 甚至呢 他能唱出刚才这么好听的歌声 我们先为小国一鼓一个掌 对 非常了不起 小国一有没有想 有什么话想对叔叔阿姨说 就是叔叔阿姨好 希望呢 彤彤妹妹呢 能变得乐观坚强 这几年呢 也多亏了我的爸爸妈妈照顾我 然后呢 就祝福一下彤彤妹妹 希望彤彤妹妹能开心的成长 像我一样 不到现在 他们还能唱得多 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坚强到现在 国一 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在唱和你一样的时候 我觉得国一是懂的 我和你一样身上都有缺陷 想通过这首歌唱给他 也想让彤彤像国一一样 一样勇敢的 努力的走下去 其实刚才工作人员也跟我说 跟我解决他这个病情了 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 就是其实刚才看到他唱歌 不仅唱得很好听 很深情的 所以说 国一这样子非常的不容易 也非常的坚强 我觉得国一取得现在这样的 良好的一个状况 可能是离不开家里的 悉心呵护 所以我们现在 请国一的大胆 其实今天是非常高兴来到这里 带着国一过来 他其实他这种病呢 就是叫脊髓性肌尾缩症 他是罕见病的一种 国一是在一周最多就已经确诊了 当时医生告诉我们呢 他这种病是没有药可以治的 照顾好的话 最多也就活到成年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父亲 就是我一定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嘛 我虽然知道这个结果 但是呢 我想一定要让他很快很开心的 去过好每一天 我从来都没有去放弃 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小 就让他去学习唱歌 医生当时告诉我们呢 也是说 他说 他能够有正常的呼吸 就算是不得了了 唱歌是不可能的 那国一的话呢 他是做事的话 他非常的专注 他每天就自己去练习 不管什么样 刮风下雨了 他一定会有最少40分钟 是在练声夜的 所以慢慢的话呢 我们就发现 他越来越好了 呼吸各方面 包括说 他的那个手指 包括脚的 腿脚这些功能呢 都在增长 那目前来说呢 国一的话 他唱歌是没有问题了 而且他的手的话呢 以前的话 他是挤都挤不起来的 所以我相信 就是 只要是父母不要放弃 不管未来怎么样 我们相信 将来一定会有奇迹 谢谢 有很多朋友 我从小开始 都发了这么严重的病 我觉得他们 挺坚强的 挺厉害的 也很多的不容易 我觉得非常荣幸 而且这首歌呢 就是也是选得很好 我和你一样 可能会有这样 或那样的缺陷 但是我也希望 你能像我一样 能够勇敢的 来 我和你一样 一样的坚强 不论多大的困难 我们都会勇敢的 坚强的面对 总会有奇迹会发生的 有这么多人集体在这里 为彤彤加油 真的很大的帮助 我也很感动 我也很感动 我和你 没有很多机会的话 我也会 尽力的到这团 毫无讨厌的 我总是要去支持 这首歌 这首歌 震撼的 我像洗翅膀 唱出了些 彤彤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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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想了解 对于这次全国性质的扶贫 林彦的感受 是怎么样的 贫困户的生活面貌 是否真正发生了改变 你本人对扶贫的这个政策 你觉得享受到没有 享受到 我们有个渔民搬迁 就是异地搬迁 从一个山上交通不便的地方 搬到一个相对集中好的地方 给你分了房子了吗 分了 100平方 上市一厅 100平方米 我原来的房子是那个土坯房的 这个 这个房子 对 搬到什么样的房子了吗 这里是 搬牵点 这照片 就是 门口 这里是新房子的门口 你做什么 我是做 物业 星期里面做物业公司 作为一个扶贫干部 你们都有哪些工作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两不愁三保障 嗯 特别是这个医疗 教育 住房是看得见的嘛 是吧 该好的得了 以后的话呢 有些群众不懂的政策 嗯 比如说像你享受什么不懂 我们就必须帮他们 有时候他们也不懂去哪里办 嗯 那我们必须帮他们 就是利用我们 问啊 到东门西问啊 把这个路给他们走通啊 确保是不漏一个该享受 真是不能享受的 这个厨房 你看这个在老奶奶在王秀 王秀真嘛 当时我们也 中文的时候我们也分 去了以后 也帮他 帮补了这个厨房建成以后 他八十多岁了我 哦 他八十多岁了 两个儿子还没 还没还没成家 就是因为有了平常 后来八十多岁 我们建了以后 他非常感谢我 因为我整天下村了 经过他家 他就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个是一个鱼塘 大概两亩多 将来就是 相当于是存集体 有些财产性收入啊 相当于是 你看我们的鸡养了 多漂亮啊 哈哈 我们中国人的时候这个 不平基地建了一个鸡棚了 在 赚助养了 存集体养了一些鸡 中国人说 当时捐献的那些果苗嘛 五十万 牛果种植单元 这个还有五年 才能收果 所以有时候扶贫 也就是这样 你要成效 确实要 你再接着医院干嘛 不仅如此 中国人寿还在龙州县城 捐献了爱心医院 这个医院大概在2020年 年底投入使用 两期共投入了478万 它后面跟那个 富有保健传建在一起 所以儿童这块有一些 专门的科室 县里面的挂值占物 现在派出了4匹 累计这个捐赠资金 到现在为止大概有3600万 投入项目大概有30个左右 这次的负贫啊 是调动了全国的资源 有工业的 有商业的 有城市的 有政府的 也有个人的 那么作为中国人寿保险 这么大的一个集团 你们的负贫有什么特色 我们有一个叫保险扶贫 30款的这个人身保险 70款的这个 有个农业险的这方面的一些 你在乡下这段期间 买过这种保险吗 当时买过 什么保险你买的 小额人身保险 意外保险 那这个小额这个保险 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他收费比较低 以后他有的是 保住一些意外方面的保障 保险扶贫 让老百姓和群众 真的是能够享受到 他的这个实惠 意外的事件出现之后 可能辛辛苦苦挣的钱 在外地打工 挣的那钱 刚刚脱贫 一生病 一下又反贫 是不是 对 实际上我们中国人说 在这个还是做了 很多国家 发挥我们的特长 也是省一国家的一些 一些一些号召 像我们中国人说 对点帮扶了四个县市 我们龙州集团 是捐赠了830万的 扶贫资金 天等捐献了1255万的 这个扶贫资金 登江口这里也是捐献了 1200万的扶贫资金 还有我们云西也是捐献1200万 19年 这是我们董事长 到我们这个扶贫车间里面 对 因为我们中国人说 我们董事长啊 总裁啊 也非常关注这个扶贫工作 他每年都到我们这个帮扶点 来看看我们 如果说中国人寿过去我只认为就是一个公司 一个保险公司 那么你后来发现里面是很具体的这些人 我们优秀的人 他们对民众的这种 关心这种爱 真的都体现在他们的每一个行动上 我很感感 除了感动就是感动 崇敬 你有什么话想说吗 就是感谢中国人寿 感谢黄书记跟庞书记 一直帮忙我跟彤彤 来北京自定帮扶我们 我们扶贫 除此以外 中国人寿还创新开展了体育扶贫 生命园在三年前拍摄的小患者萱萱 也是这次体育扶贫的受益者之一 萱萱 你好 我是中国人寿的工作人员 这跟三年前又长了好多变样子了 萱萱现在他的频率高 2019年8月 国际南岚世界杯在中国举行 作为赞助商的中国人手 发布了邀请球迷到现场观球的消息 在众多的暴民流行中 萱萱是最特别的一位 而与萱萱同样被邀请来到北京看球 还有十位来自湖北丹金口 土关亚小学的同学 怎么样 看着挺好的 这个就是临时在这个玻璃房子里边 搭出的一个预言过室 这是中国人寿联合邀基金共同开展的 百校体育扶贫计划 不仅邀请他们到现场观球 还面向湖北丹江口 云西 广西龙洲 天等四地的百所学校捐赠体育器材 在篮球课程基础上 组织开展篮球联赛 改善贫困县学校体育 在之前我的性格就是特别内向 然后很孤僻 也特别自以为是 打完球之后吧 我懂得什么叫做团结 改变我的性格 过两天要去广州比赛 很开心 2020年1月11月 经过一个月的制度 带着医生为她量身定制的方案 拜拜 而向同同的帮夫人 汤中宏和洪凌成 仅是中国人寿在全国范围内 派出的2200余名扶贫干部的其中两位 正是有了像他们这样的尽先尽力 尽职尽责 有了像中国人寿企业这样的社会责任感 与社会的脱贫空间才变成了可 上微博搜索生命员生命的礼物 一起边开边聊为生命加油 他边聊为生命加油 他边聊为生命加油 他边聊为生命加油